大力踢 球往前飛 學生們在草皮上踢足球 除了互相較勁比賽也會 一起練習 一起熱身 練體能 而他們的教練就是他 前丹麥足球員上遍各大媒體 帶領不少台灣學生 飛到國外比賽 但卻爆出他的球隊經理 也就是他的蔡信妻子 用文字騷擾球員 截圖上寫著抱著你的衣服想你 甚至還有情人節快樂的祝福 很開心能跟你一起過 除了文字騷擾 整個團隊募款資金流向 也遭控明細不清 資金的款項一直都是不明確的 然後對外一直募款 然後尋求贊助 然後他的名氣我們從來沒有看過 網路上講說 他是為了要讓清涵家庭 來獲得這樣一個打足球的機會 可是卻用校委會的名義 對外募款 實際球戰遭控球隊 他們強調都有提供帳目給有需求的家長 經費也用在球員身上 至於文字騷擾球員的部分 更是大力駁斥 只是帳戶名義和募款 有無違法 在議員介入後 社會局回應 將要進一步追查 三天新聞到達成了一軍 台北艙報道